最熱烈的掌聲歡迎 今天的主獎人 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副院長 妙光法師 東吳大學政治系劉碧榮教授 人間佛教讀書會 台灣區執行長 鄧淑明執行長 以及台北道場 住持滿千法師進場 熱烈掌聲歡迎 大家吉祥晚安 大家先請坐 兩位雨潭先請坐 我們敬愛的台北道 以及歐洲總主持滿千法師 還有我們各位在座的法師 各位的貴賓 大家吉祥 大家非常的幸運 我聽說剛剛外面下雨 很多地方積水 而且很多人現在還在路上 被卡在路上 你們都已經到達了現場 那剛剛住持有交代我 就是不要浪費我們兩位雨潭人的時間 不過在他們講之前 我還是先介紹一下 那我們第一位雨潭人 是我們的人間佛教研究院副院長 妙光法師 今天你看 我們兩位重量級的雨潭人 這個內容精采可及 我要趕快介紹一下 第二位是我們的國際事務的專家 我們的劉碧龍 劉教授 我相信大家對他們兩位都不陌生 所以我就不浪費時間在這裡介紹 容許我先坐下 在關於這個國際觀的部分 我們都知道妙光法師跟著我們大師 全球紅法 將近20年 他也累積非常多跟隨大師的一些小故事 還有他對這個國際觀 尤其是佛教弘揚在全世界五大洲的一些經驗 讓我們趕快迫不及待的 請我們的妙光法師來跟我們分享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的鄧淳明執行長 我們的主持人 劉教授 還有滿潛法師 還有我們台北所有的朋友 大家晚上好 晚上吉祥 我們在網路上 追蹤了台北的講座這麼多年 我在網路上追蹤了台北的講座這麼多年 我在網路上追蹤了台北的講座這麼多年 第一次自己坐在這一邊 我覺得還是當聽眾比較過癮 但是我坐在這裡也很多的感覺 因為我其實從小是在台北長大 那能夠再回到台北的城市來呢 跟各位談國際觀啊 我想也是讓我有這個機會回去 去回顧一下過去 不管是在澳洲的成長 或者是出家之後呢 跟隨著我的師父行雲大師 在全世界呢 讓我開拓的視野 跟看見的一些感覺 那所以我想趁著今天晚上呢 跟大家分享我一點點的 這種比較淺的經驗 那既然我們要談國際觀的話呢 其實我自己也做了一些工作 何謂國際觀 那特別是今天要在劉教授 這樣的專家面前 談國際觀呢 我覺得我可能沒有太多的觀點 但是我有一些經驗 就回應 我有一次記得劉教授 在這個文章裡面提到啊 他說國際觀呢 不是你看到了多少東西 你去了多少地方 國際觀應該是說 你看到的這些人事物呢 給了你什麼樣的啟發 那我想我就針對教授的 這樣的一個觀點呢 我今天晚上只針對我的經驗 來回答這個問題 那但是我也看看我的師父 告訴我們什麼叫做國際觀啊 有一次他也在他的文章上面就提到 國際觀也不是你去了多少個國家 看到了多少的事情 而是你在這樣的一個經驗當中 你掌握到了什麼樣的時代的脈動 你認識了國家多少的文化 那這個重點呢 在於我們有沒有讓自己真正的走出去 人走出去 心也要走出去 那所以呢 我就回到我從小在澳洲讀書的時候呢 第一次走出去的時候 針對我在這個成長的過程啊 讓我第一次體驗到什麼叫做 跳脫出台灣所謂的教育跟文化 給我的一個學習 我從這邊先簡單的從第一段來談起 那我想我在從小在台灣長大呢 在座的各位一定很不陌生的 就是你只要去學校呢 每一天一定會遇到的事情 就是老師的棍子 或是老師的巴掌對不對 一巴掌打過來 我覺得我很慶幸我活在的那個時代呢 就是被老師打叫做正常 沒有打呢叫做你可能有問題 所以呢打著打著 也有在這個過程當中 老師就告訴我們一句話 就是小孩子啊只要聽話就好 嘴巴閉起來 不要講話 那所以我記得我在小學的時候呢 一直到了六年級所受的教育 就是閉嘴的教育 那但是去了澳洲之後呢 突然得到了一個大翻轉 我就發現每一天去學校呢 老師都跟我說 你為什麼閉嘴呢 你應該要開口講話啊 如果你沒有開口 就表示你在學習上是有問題的 那所以我在轉換的過程當中 其實相當的痛苦 因為我已經習慣不開口了 我自己的個性也相當的自閉 那突然呢每一天到了學校呢 老師只要一個問題一問你啊 那全班的眼睛就會看著你 很期待你到底有什麼東西可以講出來 那個時候我就開始全身冒汗 然後呢發抖 然後開始難過 有時候甚至眼淚要掉下來 不只是因為還沒有學會開口 那個時候啊連語言都沒有學會 所以呢真的是很難 跟這一些澳洲的青年還有同學對話 那但是慢慢習慣了之後呢 我想踏進了高中跟大學的生活 也學會了就是你到了課堂上就是要表達 所以從閉嘴到開口 就是要呈現自己的學習的結果 這個才叫做成績 那好不容易我當我覺得 我走進了澳洲的社會 我掌握到了這樣的一個 基本的東西文化的轉換的時候呢 我又出家了 那出家的第一件事情呢 我的師父就說你必須回到佛光山 總本山去學習這個生團的文化 那我又必須再做一次的轉換就是 突然回到總本山啊 我又遇到了我小時候的教育就是 不要忙著問問題 嘴巴先閉起來 先看 先聽就好了 所以我就一次又一次的轉換的過程當中 我曾經就覺得很錯亂 那我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因為我去了澳洲 他們說你這個中國的小孩 那我回到台灣 他們說你這個國外回來的ABC 那已經有這樣的一個身份認同的問題 突然回到生團的時候呢 又遇到說不要說話 先聽的時候 我就終於忍不住問我的師父啊 我說師父 我在台灣呢 老師是叫我們閉嘴 我去了澳洲 老師鼓勵我開口 那我現在回到生團啊 又開始要閉嘴了 請問我到底應該什麼時候要講話 什麼時候要閉嘴呢 那我的師父就很淡定 他就轉過來跟我說 嗯 該開口的時候開口 該閉嘴的時候就閉嘴 所以我很感謝這樣的一個東西文化衝擊呢 從這種收的教育 到了澳洲的放的教育呢 回到佛門等於就是一個空的教育 就是你該是什麼時候就是什麼樣子 所以這個是我在這個東西文化衝擊遇到的 我覺得一個最大的一個適應過程 就是說你可以什麼都是但是你可以什麼都不是 那於是我的師父在我回到台灣 作為一個所謂的ABC的這個身份呢 他也不斷的在考驗我 有一次我們到了國外啊 他就看著我 他都不講話 我想說我臉上是黏了一粒飯粒嗎 還是沾到什麼午餐啊 他就說妙光你過來 我就開始很緊張 因為通常這個時候師父可能是有什麼樣的任務要告訴我們 結果他就說我走到他身邊之後 他就說你過來你給我打一巴掌 那我就嚇一跳 我就拿出了我在澳洲長大的這樣一個個性 西方的小孩子就是要就要不要就是不要 我就很激動我就說為什麼 我說師父你要打我可以你先告訴我為什麼 結果師父看著我他就叹了一口氣 他說啊你這個孩子你的信仰還沒有進去 那時候我又聽不懂我就看著師父啊 結果沒有想到呢過了差不多十五分鐘 又來了一位出家二十年的法師 那師父又跟這個出家二十年的法師說 過來你給我打一巴掌 結果那個出家二十年的法師呢就低著頭說 好吧師父你要打就打吧 一副很無奈的樣子 結果呢師父就轉過來跟我說 你看這個有性但是沒有扎進去 我就又繼續錯亂 然後又過了一下子呢又出來了一個十二 出家大概十二年的法師 他就很開心跳跳跳跳的走進來 師父就說過來給我打一巴掌 結果呢這個比較年輕的法師就很開心 想都不想呢就把臉湊過去給師父說 好啊你打吧 那我想那一次師父給我一個教育其實在於 就是我們第一個對於信仰的這個根啊 扎得夠不夠深 在於當你信仰夠深的時候 你師父教你做什麼你都願意做 那第二個呢我也從這個當中看到了深層 三層呢不同的這種文化背景 所能夠展現出來的 第一個就是這種西方的叛逆 那第二種呢就是在這種東方長久式的這種 這種我們講說服從式的教育 那第三個呢已經跳出了前兩者 就是很開心地相信 我的師父要打我 他一定有他的用意 我的師父即使叫我去跳火坑 我都相信他是在幫我得到解脫 我是第一個 我還是在叛逆的時候 所以從西方再回到東方的時候呢 我想在這種國際的轉換跟人的互動的時候啊 我總是想著是什麼樣的因緣成就了我們 那從佛教的角度來說呢 其實我覺得就是從一個無我的角度來看看 從收到放 佛門這個無我的智慧在最美的這個地方就是告訴我們 無我呢其實不是我不存在 而是什麼 無限可能的我 面對千變萬化的因緣 在這種國際交流的這種時代當中啊 我們很慶幸可以跟這種國際人士互動的時候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這個無我的精神 那這個是第一個要跟各位分享的 那第二個呢我在第一段這邊再跟各位談談 就是我在澳洲成長的時候啊 我看到的一種非常不同的教育呢 是在國中跟高中的時候 我就發現國外的學校呢 在塑造的這一些孩子的條件 並不是讀書的能力 讀書是基本的條件 那但是在課外的時候呢 我就發現從在大概才在國二的時候呢 我們的學校啊 就開始透過很多課外的活動 在培養的學生呢 人際關係 然後呢 這種面對社會 然後要走進社會的一些準備 怎麼說呢 在國二的時候呢 我們在課外活動就成立了一個 所謂的這種模擬法庭 那什麼叫做模擬法庭呢 會把學生分成簡方跟辯方 然後呢 還有兩位要負責做這個中間的 所謂的這個判法官 那老師就帶著這個三組的學生呢 針對一個假設的 一種case 比方說是一個車禍的case 或者是一個跟牽扯到這種法律的case呢 就教會學生啊 怎麼樣去敘述 去描述事情的發生 然後怎麼樣去辯論 怎麼樣做辯方 怎麼樣做檢方 那坐在中間的法官呢 要學會怎麼去綜合兩組學生的 這樣的一個思維 那我記得當時我們只是在做觀眾的時候啊 我就發現 光是這樣的準備 我的同學們就上了 六個星期的課 下午三點十五分下課 不是因為要早點下課 而是下課之後 讓學生呢 跳出課本 有一些比較動態的學習 那我這些同學呢 就走進了這樣的一個模擬法庭呢 來訓練他的思辨的能力 那一直等到他們要再走進大學的時候 所謂的思辨能力呢 從課本去萃取出的這些資訊呢 就代表他們已經具備這樣的條件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覺得我的同學 為什麼思維這麼的敏捷 原來就是透過這樣的一些課外活動啊 不斷的 在這麼年輕的時候呢 就在訓練自己的這些條件 所以呢 這個是我看到在東方所謂的就是吸收式的教育 跟西方呢 這一種比較活潑的表達的教育呢 有帶來給我的第二個衝擊 那第三個衝擊呢 就是我們發現不僅是美國 其實在澳洲呢 對於國中生跟高中生啊 他要求的條件是 你對於社會 你到底準備好怎麼跟社會互動 那其中一個訓練我們在這個 學習社交活動的一個事件呢 就是他會在我們高一的時候啊 舉辦一個非常正式的舞會 也就是我們在高一的時候呢 要自己去找到很正式的晚禮服 然後呢 由學生的委員呢 自己呢 去發邀請函 去訂場地 那包括當時我是女校 所以我們每個女孩子呢 都要想辦法呢 自己去邀到一個男伴 讓她願意跟你去參加這個舞會 那所以在進出這個正式的舞會的場合呢 大家就要懂得那樣的一個禮儀 然後怎麼去享受跟所有人在一起的過程 所以當時對於極度自閉我的我來說呢 是非常痛苦的 因為我最怕化妝 更不要說是打扮 那當我每天聽著同學在分享這一些 他們很期待要參加的這個舞會的時候啊 我就發現原來學校是在幫助我們準備一個正常 然後呢一個自然的可以跟外界互動的這樣的一個機緣 所以女孩子呢 在高一的時候就要學會禮儀 就要學會這樣的一個人際往來的這樣的一個關係 那第二個呢就是學校鼓勵我們在 一樣是在高一的時候呢 就要想辦法去自己找到一間公司 或者是呢你自己有興趣的職場領域 說服那個老闆呢 無條件讓你在這個公司呢 實習一個禮拜 那也就是說你在那個時候 你就要開始去思考你的這個職場的興趣是什麼 你的專長是什麼 然後你要想辦法寫信呢 附上你的履歷表 說服這個主管呢 讓他願意呢無條件讓你去學習 那當時在高一的我來說 其實我還搞不太清楚自己要做什麼的時候 我最訝異的是我的同學已經開始在思考 原來他在想的是我將來如果要當律師 我應該要具備什麼樣的行政的經驗 我將來要當律師 我應該要做多少時間的社區服務 我將來呢如果要做醫生 我應該要接觸什麼樣的人 於是他們就在高一的時候呢 已經具備了這樣的一個條件 所以我在這個時候總是在去回想 那個時候呢在國際間不同的場域 同樣的時空裡面 東方的孩子跟西方的孩子 被賦予的這樣的一個成長的機會呢 我總是帶著一種感謝 雖然那個時候我都是吊車尾 我不會社交 我也不清楚自己將來的動向是什麼 那我也不喜歡去跟人互動 或者去交流 我對於這個社會時事脈動 我有什麼樣的一個想法 那總是呢在參與的過程當中 我被這樣的一個族群啊 帶著走拉著走的時候呢 自己也慢慢的熏陶了一些 年輕人在讀書的時候呢 就該具備的一些自我思維的這樣的一個能力 跟生命呢所謂該有的方向呢 你要開始去培養出一些見解 那所以呢什麼是國際觀啊 我很慶幸在澳洲的時候呢 就讓我看到在雪梨或是在澳洲呢 他們這樣的一個政府對於年輕人的培養 是在這麼早的時候呢 就讓大家跳出課本 用一種比較活潑的方式去探討生命的方向 那我相信當時經過這樣的一個訓練呢 等到我們再走進大學 甚至在開始找工作的時候啊 其實就會有一些不同的見解 那再用簡單的兩分鐘就談到 我在大學的時候呢 我就發現一年級呢 我所有的朋友已經在思考自己要做什麼 然後二年級呢就開始投履歷表 然後呢在練習寫自己的履歷表 甚至呢他願意經過二十種 三十種不同的面試 他說啊我今天去這個公司面試 不是希望我的這個老闆可以錄取我 我希望去面試的過程當中 我會遇到一些挫折 我的老闆會告訴我我還欠缺什麼 那我受的這個挫折教育跟經驗呢 等到我三年級正式要求職的時候 我都把我的這個缺點 我欠缺的東西補足的時候 四年級已經得到公司的內定 就開始以實習生的方法在公司工作 那我想這樣的一個想法其實是非常棒的 那所以有時候在跟國際間的青年在互動的時候啊 你會問問他們 你的生涯規劃什麼時候開始做 不是大事的時候開始做 而是其實在高中你就要開始去嘗試 因為我們在90年代的高中生啊 老師告訴我們 我們會一生會經歷五次的職場變動 那時候對我們來說是驚天東地的一種感覺 就覺得哇 那是不是代表我要失業五次 那但是現在的年輕人呢 因為在這樣的一個我們所謂的這個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現在的年輕人更辛苦 你這一輩子呢要經過的職場變動 至少是15次 為什麼 因為你所有的技能 你所有的專長呢 會跟不同的領域不斷的結合 不斷的變化 那實際上這個不代表實業 而是你有一個新的一個就業的機會 但是也代表你有沒有那樣的一個條件 跟上這個時代脈動的腳步呢 就在於我們在學生的時代 得到什麼樣的一個思維的訓練 來決定等我們就職的時候呢 我們能不能夠跟自己理想的職業呢 越接近 所以我第一個部分先簡單的分享到這一邊 謝謝大家 我們非常謝謝Milkong法師跟我們分享 這個東方的這種吸收式的教育 以及西方的他們這種非常主動的學習的方式 真的顛覆我們的想像 你看那麼年輕的時候 從國中高中開始就要去test他們的這個興趣啊 專長甚至要主動的這個各種活動啊 或者上課啊 他就要去找資料 甚至在大學的部分呢 他們都要怎麼樣 開始去接受挫折 這是我們在我們這個台灣的教育啊 這無法想像的 甚至呢你看 以前要 他們國外要五種的 這個工作的轉換 現在要面對十五種 但是我想像 我相信啊 我們做台灣的父母可能 不能接受這一點喔 好 非常謝謝我們Milkong法師 跟我們分享的這個第一段喔 那接著我們請我們的這個 國際政治教授 劉彬榮教授 來跟我們分享 因為他在這個 國際視野上 他的著作等身啊 而且他都專攻這個部分 那我們就請我們的劉教授 來跟我們分享 什麼是國際觀 謝謝 謝謝 謝謝主持人 Milkong法師 主持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非常高興的機會 來到佛光山 台北道場 我先講一下 我跟這個佛光山的結緣啊 因為 好多年前我就來這邊講過 我也在台南的道場講過 可是我是基督徒 哈哈哈哈 但是 但是我覺得 因為 因為我覺得跟這個 星雲大師啊 或跟佛光山總有一些緣分啊 我先講的是 有一次我到台南道場去演講 我一進去一個比丘尼迎接我 雙手合十 老師 好久不見了 我說我認識你嗎 原來他是我東吳大學的學生啊 他是以前心理系的學生 然後常到我政治系旁聽 我看到你 不要說你是心理系的學生 到政治系旁聽 你是我政治系養大的 你忽然出家了 我也認不出來了 我說 你為什麼出家呢 為什麼出家呢 他說年輕時候 一直覺得心理不安 找不到人生的方向 他甚至到修道院 跟修女都住了一年 還是找不到人生的方向 然後畢業以後 有一次聽到 星雲大師一席演講 他跟被雷打到一樣 哎呀 這就是我要的 所以他就 出家了 所以我不曉得各位出家眾啊 像我就問很多出家的人 你為什麼出家呢 他多半都回答你四個大字 充滿著禪意和哲理 什麼呢 時候到了 很有意思 就好像你問人家 你為什麼吃素呢 時候到了 你為什麼今天晚上來聽演講呢 時候到了 你為什麼聽了沒感覺呢 還沒到 所以我們從任何時候都有它的時候 林宇棠先生講過 他說呢 人不是在什麼時候 一定要讀什麼書 人是讀那個書有感覺的時候 就是讀那個書的時候 所以我常覺得 我非常感謝佛光山能夠辦這樣的一個題目 因為我們台灣是個沒有國際觀的地方 所以常常很多人跟我講 老師你最近很少上電視啊 因為我們講國際的現在很寂寞啊 因為沒有人關心國際 大家都關心國內 對不對 關心國內也就罷了 你在電視上在看啊 你發現我們的電視新聞 大概都是交通專業電台 因為都是行車記錄器拍的 所以電視新聞 90%是你不需要知道的 然後10%你需要知道的 網路上也可以看到 所以發現我們就沒辦法成長 然後有一次我一個學生 一個緬甸的一個華僑 他媽媽生病了回來看病 然後他碰到我 他說老師我回到台灣一個月 我覺得我變笨了 我說變笨了呢 他說我完全不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 他說你們的新聞報告 比我緬甸的新聞報告還少 就是外面的新聞 你被美國人說你變笨了 你也認了 你變一個緬甸華僑說變笨了 我現在覺得很難過 怎麼會這樣子啊 所以我一直把推廣國際觀 當作一個社會運動在做 我覺得我們能夠度多少人 就多少人 我們總是希望給大家 這麼拨開一些障礙 然後讓你看看外面的世界 那什麼叫國際觀 國際觀呢 那麼基本上 每個人都說國際觀很重要 因為國際觀會影響到你的錢包 你看就算你對國際觀毫無興趣 中美貿易戰一打下來 或者歐元危機打下來 你忽然發現你的經濟也受到影響 對不對 然後你忽然發現 有人跟我講說 這個土耳其他怎麼樣 那為什麼土耳其里拉一直跌 然後影響到美國的關係 影響到什麼關係 那因為那土耳其的總統 歐爾多安他又怎麼樣 你忽然發現很遙遠地方 有一個人他非常專制獨裁蠻橫 然後他的行為居然影響到你的錢包 對不對 忽然你發現歐洲的情況是怎麼樣 我們有時候算歐洲也算錯了 我們現在看國際常常算錯 你知道嗎 當年我問你 川普剛出來這個競選總統的時候 我們都認為他是來亂的了 沒想到他怎麼亂那麼久 所以我跟你講 川普如果當選 如果他在競選連任 如果他連任沒有成功 以後歷史上就說 這叫川普之亂 所以如果他連任成功了 那就叫川普現象 你後來發現我們不太了解 中國大陸也以為他很了解川普 商人嘛很簡單嘛 結果中美貿易戰一打 打了一年半多還沒打完 我們有什麼東西不曉得 你曉得嗎 於是我們再看看 川普當選時候呢 有些美國教授說 他怎麼可能當選呢 我周圍沒有一個人投他 後來結論是 不是你周圍沒有一個人投他 是你只跟不投他的人在一起 不是嗎 我們都是在同溫層裡面取暖 不是嗎 所以我們常常講 要看到不同的網站 看看這世界可能跟你想的不太一樣 所以我只是告訴各位 我們怎麼看 但來講什麼是國際觀呢 那麼我用大前研議的一個講法 他說呢 要知道世界發生了什麼事 並對這些事情有觀點 就是我知道有些什麼事 但是我有些看法 那觀點不是從天上掉下來 你要累積啊 你要有知識嘛 那我等一下我還會再講 所以我把我今天講的分成兩段 第一段就是 我認為什麼叫國際觀 那第二段呢 怎麼培養國際觀 那麼基本上呢 怎麼培養這些能力呢 你要有看世界的方法 怎麼看 怎麼看呢 第一個看局 我常常在很多演講的時候 我跟同學講 局是局是 一個是局 一個是市 局是什麼呢 就是說你如果真的要看 有些大國嘛 大國影響到我們 比如當前的國際社會 有哪些大國 那這些大國他們怎麼互動 好 我們看它怎麼動 它是用打的呢 它是不打的 它是怎麼樣呢 它怎麼管理他們之間的關係 大國 國家之間的關係 是互相管理的 它不可能衝突 沒有衝突 它也不可能沒有合作 但是它怎麼管理他們的關係 我們就很好奇 你知道嗎 它也許有一點小技巧 也許有什麼 但是我們想看 那也就是各位 假如你不是國際關係專業 也沒關係 你只要定期 聽我們演講就可以了 就是你可以分析一下 它到底怎麼一回事 這件事 它到底怎麼動 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動 對不對 然後我想 小國在大國之間 該怎麼應對 小國在大國之間怎麼應對 這也很有趣 我們舉個例子 不要講現代 講以前好了 你曉得越南 越南呢 只要越南 從乾隆時候開始 有一次越南是兩個國王 一個是管理內部 一個是應付中國 有一次中國呢 乾隆皇帝小安南國王 到北京來觸見 結果安南國王 就派了另外一個假的 你知道嗎 真的在越南 那假的去北京 去欺騙乾隆 然後呢 老皇帝覺得十全老人嘛 萬邦來朝 誰敢跟皇帝講 那個江湖是假的 如果跟假的 一路走來都要掉腦袋啊 所以每一個人都說 那是真的 這全世界都知道 那個皇帝是假的 那個安南國王是假的 只有一個人不知道 那就是乾隆 於是我們開始也體會到 我們在企業裡面 是不是也發生這種事 全世界最晚知道的就是老闆 或者有時候 老闆被蒙蔽的 會不會這種情況 不過我不曉得 大國小國之間 怎麼應對呢 那麼想 這需要一個架構 幫我們整理一些資訊 所以我這很簡單地講的架構 比如說 過去冷戰的時候 分析國際架構呢 就是兩個陣營嘛 但是現在呢 可以用十九世紀末 陸權國家跟海權國家的 對抗為架構來解析 你先不要講說 像中國大陸跟美國 中國大陸是欣欣強權 美國是現有的強權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咱們中國人呢 我們是中國人是大陸民族啊 你有沒有發現 中國有多少的海洋的故事 哎呦 鄭河下西洋 你幾個人認真看過 鄭河下西洋的故事 哎呦 媽祖 我說媽祖是local 非常福建local 哎呦 八仙過海 那是戰國時候齐國的故事 那除了這三個家裡面 你還有什麼海洋的故事呢 基本上沒有啊 我們都是名門正派 都是名山大川 都是中原的 海外的都是翻身腰道啊 你說沒有什麼正派的人啊 哎 忽然中國大陸要出海了 忽然的陸旋國家出海了 海旋國家緊張 海旋國家誰呢 美國啊 日本啊 澳洲啊 開始圍 開始圍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況 這樣的情況當然呢 第二個方法是看重大的議題 就是你看大國對不對 然後看重大的議題 包括什麼呢 那些衝突點 這些都帶來政治和經濟的一些聯繫 比如說我剛講海旋國家 南海的爭議啊 一個是看國家嘛 一個看事情 南海啦 中國勢力進入到印度洋 哎 那也是一點 印度洋 印度認為是它的 中國勢力進來 又不一樣 網路安全 太空爭霸 這也是新的問題啊 你想前不久 周末的時候 印度登月成功啊 印度發了一個火箭 再過幾天到七月 到四十三天以後 印度的太空船 將要落在月亮的南極 那是月亮第一個到南極的 就是印度到南極 那麼中國大陸上 到月亮是月亮的背面 美國 俄國 中國 印度 忽然我們發現 太空爭霸 變成一個新的問題 你知道吧 上一次上月球 五十年前啊 那現在印度也來了 網路 開玩笑 網路 以前我們拿什麼什麼 網路 現在網路一大堆 網路上各種問題 網路上的打仗 以前沒有過啊 那現在局勢開始改變啊 對不對 於是你發現 美洲貿易戰 帶來全球供應鏈的移動 美洲貿易戰一打 那很多供應鏈 很多人在大陸生產 大陸生產賣賣到美國 美國就貴了 貴了它供應鏈就移 移到東南亞 東南亞呢 就到了越南 比如說到了坎坡 到了柬埔寨 到越南呢 一個台商跟我講 他們到越南談判 越南人談判呢 有三個慢 你知道嗎 一個呢 非常的傲慢 一個呢 因為受到 法國的殖民關係很浪漫 第三個 工作態度 極為散慢 對不對 那你會發現 浪漫 散慢 浪漫是跟它的歷史有關 散慢是跟它的民族性 那傲慢呢 傲慢當然跟國際政經情勢有關嘛 因為美國跟中國打貿易戰 然後整個供應鏈 開始往越南移 越南有很多的選擇以後 它就很神器了 所以當然很神器 它跟你台灣談判 你新南向 它就有底氣啊 所以所有的高階的談判 都是鑲嵌在國際政治經濟情勢裡面 它不是真空存在 你不了解國際政治經濟情勢 你只會知道浪漫和散慢 你搞不清楚它為什麼如此傲慢 對不對 所以你說你能夠沒有國際觀嗎 你沒有國際觀 你到越南去 你不曉得怎麼樣 你如果再細的話 你曉得越南還有分北越南越 以前北越雖然統一了 北越的人呢他們是掌握政治 南越掌握經濟 北越跟南越現在還是有緊張啊 台商去的時候都在南越 然後跟北越的人不見得 中間很對盤啊 中間也會有方式的衝突啊 然後你再看看柬埔寨 為什麼柬埔寨大家喜歡去 柬埔寨很年輕 為什麼年輕啊 因為1970年代 當時我們叫做紅色高棉 赤棉當時統治柬埔寨的時候 殺掉了一兩百萬人啊 所以他很多人都是 那以後第二胎再生出來的 當然年輕了 那我們怎麼老呢 我們從之前就活下來了 不是嗎 他那之後才生的嘛 就這樣子啊 那這樣子 所以他中產階級 年輕 所以他是市場 他也有工作力嘛 所以人在哪裡 錢就往哪裡走啊 他那邊年輕 我問你 你這個國家年紀大 你的工資也高 你的退休也高 然後你的人跑不動跳不動 我為什麼要在你這邊投資呢 對不對 那所以 越老的人 他的工資越高 人家越不投資 他經濟就越差 然後他怎麼辦呢 他就延緩退休年齡嘛 那人不是這樣嗎 你本來告訴我現在要退休 忽然叫我說 你再做兩年 我覺得你政府怎麼這樣呢 法國就這樣子 就上街頭抗議嘛 對不對 就好像我決定要退休了 你忽然再做兩年 哇那兩年我真的做不下去了 就好像 對不對 我們已經要出去旅行了 到機場了 你忽然說航空公司罷工 哇這樣子生氣 就這樣都準備好了 怎麼這樣呢 怎麼這樣呢 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面 所以你看 人往他年輕前往哪裡走 國際政治怎麼賭 我再舉個例子 你看你們如果聽得出來的話 我剛剛講說 中國大陸是陸權國家要出海 海權國家要圍堵 海權國家要圍堵呢 所以中國要出海海權要圍堵 所以海權國家要拉什麼呢 拉東南亞 中國大陸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不是也在拉東南亞嗎 美國什麼日本聯合也在拉東南亞 去圍中國啊 那我們不是新南向嗎 也在拉東南亞嗎 所以資金都往東南亞 所以東南亞會不發嗎 所以它的經濟當然就會起來了 所以國際政治的 你國際政治怎麼走 那就是你投資的地圖不是嗎 於是我要怎麼去投資 我要跟著這走 為什麼東南亞基金可以買 為什麼 因為它現在最夯的地方嘛 你不了解 你根本不想國際上發生什麼事啊 那你怎麼去投資 你還說國際關係跟你沒關係嗎 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面 貿易戰帶來的供應鏈移動 這是第二個 我們看事情 然後第三個呢 看到那就是趨勢 趨勢是什麼東西呢 比如說節能減碳 環保議題 那就會帶動經濟發展模式的事啊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節能減碳 節能減碳這裡面 第一個是氣候變遷 今天你說我們在印度 我們說阿薩姆紅茶 阿薩姆省的紅茶 現在逐漸逐漸長不出來 沒有人的味道了 你知道嗎 所以阿薩姆紅茶的產地要往北移 因為阿薩姆紅茶太熱了那邊 阿薩姆那邊就開始 就開始有點叛變啊 因為它的經濟很糟糕啊 對不對 那你想好 那今天我比如說 我們想物流 你們想想看 哦 物流很快 你說大陸他們物流很快 物流當天拿到 可是當天拿到 這個車子這是耗碳啊 這會排放多少碳呢 那如果我們今天講 節能減碳是個趨勢 那我們想想看 我有必要馬上拿到嗎 我如果晚兩天拿到我網路訂的貨 而可以為地球 節省一點碳排放 那是不是會更好 那於是像這種物流的方式 會不會因為這種 節能減碳的意識抬頭 而改變整個物流供應鏈的情形 會不會 這是一個事 對不對 高齡化科技的發展也是可以試啊 高齡化 台灣也高齡化 大陸也高齡化 所以當你高齡化的時候呢 錢就往外流了 流了嘛 對不對 又比如說 人的移動 錢的移動 武器的移動 毒品的移動 都是試啊 錢哪裡走 你看 你說人的移動你不關心 你應該要關心一下 為什麼呢 難民是怎麼走的啊 歐洲的難民危機怎麼走 英國為什麼脫歐啊 他在英國脫歐 他很長遠的原因 但是導火線就是 大批的難民進來 英國說 我不要接這個難民啊 那難民進來啊 難民進來 對不對 那難民是怎麼走的 那土耳其為什麼這麼潮掰呢 因為土耳其幫歐洲看門呢 歐洲他是從巴爾幹半島進來 土耳其幫歐洲看門 所以土耳其在怎麼樣的專制獨裁 歐洲也不好講他 因為他是顧門口的 不是這樣嗎 於是你就發現他整個的情勢 人的流動前流動 這就是我講的第三個 你要看的是整個事 整個趨勢 然後第四個是方法 國家之間它有什麼工具呢 我們在理論上 我們叫軍事 經濟 宣傳 外交 這是我們最常看的工具 他今天這個演習啊 在飛機這樣弄啊 然後呢各種宣傳啊 外交啊 這都是工具 這裏面就可以帶出來很多小故事 小故事是什麼呢 比如說連結到歷史 2013年馬英九總統 送了新任教宗方濟哥一個喜鹊瓶 對不對 這個喜鹊瓶 可是你小朋友喜鹊瓶 有人講說 哎呀喜鹊在歐洲 是不是好的鳥啊什麼 其實重點不是這個 這個什麼呢 當年朗士寧 幫乾隆皇帝也畫過一幅喜鹊 那朗士寧是耶穌會教師 方濟哥是耶穌會 他是用耶穌會的這個connection 他知道說以前 教廷跟中國的關係 密切 所以這個就是歷史 送禮的歷史 然後完了以後我們再看 你也可以挑自己有興趣的角度來看 假如我講你都沒興趣 你可以挑你有興趣的角度 比如說世界級的領導人 如何在關鍵時刻做決策啊 其實這是我現在看國際政治 除了看事情以外 我看人 我最有興趣就是 這個領導人在這邊 他怎麼做決策 他怎麼打 以前歐巴馬說他要打叙利亞 打不打打不打 沒打 啊 川普說啊 你看前一陣子 他發飛彈都抓了要打 要打伊朗了 然後前十分鐘就要停 他為什麼不打 打不打 不過川普是少數見的例外 這是我唯一看到一個政治領導人 他的政策可以180度法夾彎 而沒有任何心理負擔的 天賦異稟 你知道嗎 可是你曉得 以前再講一個小例子 以前川普剛出來的時候 川普還沒見到總統說 推特推特推推推推 那我們就講說呢 我當時在我報道文章我就想 我是用推特去想 這很奇怪你知道嗎 總統講話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怎麼推特隨便推出來呢 那推特也可能被駭客 還那麼侵入嘛 入侵 所以你接到推特 你有把握是川普的嗎 搞不好是駭客 這邊用川普的名字 後來發現 我擔心事並沒有發生啊 美國的資安做得很好啊 所以川普的推特 並沒有被人家害啊 反而是各國都在用推特 各國領導人現在開始用推特 連蔡英文也開始用推特 你發現 這情況有點改變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發現 他怎麼做決策 或者我們看國際互動 帶來什麼文化衝擊 就剛才美方法師也談到 很多的衝擊 文化的衝擊很多啊 你看看中東的這個衝擊 當波斯灣戰爭打完之後 美軍入到波斯灣 你看看阿拉伯人的這個 保守的文化 受到美國文化他們的衝擊 那這個衝擊 又有帶來所謂文明的一個衝突 有沒有 對不對 或者人文的關懷 其實我再講個小例子 你看你如果關心人文 你們看到敘利亞的難民 敘利亞的難民 我們常常看到 大家都看到一個照片 只是你看到不同角度的 就是海灘上一個敘利亞的小男生 被淹死了 好可憐啊 那是全世界都在關心難民 對不對 我告訴你 你如果再仔細看那個照片 你把它的球鞋放大來看 你發現那個球鞋 那個紋路很清楚 什麼意思 就是它不是跋山涉水的 如果跑了黑人的路 那個紋路就磨掉了 所以它不是政治難民 它是經濟難民 它是 那如果真的它活了 經濟難民到歐洲 搞不好也進不去 因為他們只收政治難民 經濟難民叫做非法移民 所以那個概念又不太一樣 所以但是我們還是有 從國際上我們看到人文的關懷 所以我看國際新聞 我常常喜歡看人的眼神 你看到那些難民無助的眼神 你看到誰的高興的眼神 眼睛可以看到很多故事 所以有人看故事 有人看趨勢 有人看大的事情 但是重要的 你必須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你有什麼樣的觀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 大概是我第一段講 什麼叫國際觀 有興趣 然後有看法 謝謝 哇 我們非常謝謝劉教授 以非常簡單的這個例子 就讓我們了解這個國際觀 就是要有故事有看法 而且他也提出了三點 就是我們可以從這個 國際的海權跟路權 還有這個國際上重大的議題 甚至一些趨勢 來了解國際觀 不過重點是 我們台灣的電視台 都沒有這些新聞 真是蠻可憐的 但我們還是有一個管道 就是從這個網路上去來了解 接下來我們再請廟光法師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因為廟光法師跟大師 到全世界紅法 將近二十多年 他也有非常多的小故事來分享 還有剛剛廟光法師也聽了 劉碧鴻教授分享的這個國際觀 那是不是再請我們廟光法師 跟我們做一個補充 好 請廟光法師 我剛剛在聽劉教授在談這些內容 我就發現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已經過了一半了 我只有講了 我今天晚上要講的四分之一 對啊 不過我想就是剛剛聽到劉教授 在談到這個國際觀裡面 第一個最主要的一個元素 叫做Player 那我在針對這一個在談回到剛剛 就我自己這一個小移民的這個身份 跟這個經驗呢 提到的在文化憧憬上面 第一個我們從佛法上面學到的是一個無我 你有無限可能的自我 你才能夠去適應這個千變萬化的局面 那所以第二個呢 在這種所謂的佛法談的空性裡面呢 讓我們看到你的生活跟環境呢 沒有一天會是一樣的 那所以呢帶著這個無我呢 你要怎麼樣在這個千變萬化 也就是充滿空性的這個環境呢 找到一個立足點 是我剛剛要談的 那但是我想回應一下 剛剛剛剛當劉教授談到 就是我們在台灣的新聞啊 其實會讓長久居住在這裡的大家 好像失去了很多的資訊 我自己就有一個很強烈的感覺 因為我那時候留學在這個 大概到第五年的時候回到台灣啊 我回到台北呢 就遇到一樣一群從南非 從美國回來的年輕人 他們就告訴我說啊 我這兩天啊 好不容易回來 可是我覺得我晚上 不管走去這個咖啡廳 或是酒吧啊 我遇到的年輕人都很難聊啊 我說為什麼啊 我就說 他們其實要談什麼議題都談不起來 那談著談著 當我覺得很無趣的時候 他們又不肯走了 所以我就說 那我就跟這個女孩子說 那你怎麼樣把他打發走 他說很簡單啊 我就跟這個男生開始聊M型社會 這個收入的經濟的差距有多久 結果沒有想到三秒鐘 這個男生就飄走了 因為他一點興趣都沒有 所以呢 我想在這個國際觀的一個累積呢 第一個是新聞的重要性 第二個我覺得 在這個閱讀的這個過程當中 也就是我們在高中呢 就被逼著 在英文課 老師要我們讀這個 所謂的莎士比亞啊也好啊 或是蛋丁的神曲啊 乃至於再往後走 我們再讀到那個 Mary Shelley的這個 Frankenstein 這個科學怪人啊 我在剛剛聽到這個 新聞的這個匱乏當中 我就想到其實 從這些閱讀當中 也能夠讓我們 從小就去培養一些 對於宗教 對於這個社會走向 乃至於對於這個 個人自我的價值呢 這一種看法跟表達 比方說 從這個蛋丁的神曲裡面啊 我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這個 一群國二的女孩子 就開始在討論 什麼叫做罪惡 什麼叫做天堂 什麼叫做地獄 乃至於最後呢 因為我們是一所 英國國教的學校 那他們結論就是 啊我能夠得到 最大的救贖呢 就是上帝給我的救贖 所以從一堂 這個英文課程當中呢 就可以看到 從閱讀當中 怎麼培養 一個學生 或者一個年輕人 對於這個世間 還有生命的價值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直接走到第二個 我今天要跟大家談的 就是談到國際化 那在佛教的這個 傳播的角度來說呢 這個局呢 可能是比較單純一點 沒有那麼多的衝擊 那但是針對這個局呢 我們也可以從這個佛陀的身上啊 來看到當時他怎麼把他的身團帶領走向國際化 我們知道在印度的時代呢 當時啊 因為這個生活很簡單嘛 他沒有那麼的發達 所以就代表佛陀他要行走印度弘法 應該要怎麼去啊 用走的 也沒有白馬 也沒有馬車 跟沒有現在的高鐵 他就只能用走的 那走著走著呢 在印度 因為他是很小的這個村莊 村落所聚集的不同的族群的人呢 所以呢 他們就養成一個習慣 就是在每走過超過所謂七個culti 那一個culti的這個單位呢 你可以把它比喻成是差不多七公里的距離 所以就是當時的印度人習慣就是 你在行走的距離呢 只要超過一個culti 他就會設立一個石碑 告訴你說你已經走了這麼遠了 那當時佛陀的習慣呢 就是他只要走超過七個這樣的一個里程碑呢 他就發現一個重點 就是他要開始轉換他說話的語言 那也就是說印度呢幾千種的方言呢 就是隨著這個人的這個村落的這個群居呢 他在移動的過程當中 語言就必須要開始變化 那所以當時因為佛陀是非常聰明的人嘛 他就充當自己的翻譯 只要行走超過七個culti 也就是大概49公里的這個距離呢 他就會轉換成另外一種語言 來跟當地的人說法 那所以從這個當中呢 我們也看到所謂的國際化呢 語言它其實是扮演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 為什麼 因為你走到一個地方呢 如果你講的話是人家聽不懂的 那你幾乎是沒有辦法交流 所以從佛陀的這個例子來說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他自己當時 在那樣的一個印度的時代呢 他就充滿了國際性 有這樣的一個條件用不同的語言 那他也跟他的弟子講啊 他說你們走到每一個地方 一定要用當地的人聽懂懂的語言來弘法 不可以用梵文 不可以用貴族使用的語言 為什麼 因為當時多數的印度人呢 其實都是屬於比較平民的這樣的一個階級 所以從佛陀本身他就開始重視語言 那到我當時12歲移民到澳洲的時候呢 我也發現我的師父啊 他也相當重視語言 那第一個呢 他在創辦佛光山的叢林學院的時候呢 他在70年代他就知道要創辦英文佛學院 還有日文佛學院 讓這些決定要出家 要弘法的出家人或者是在家中呢 就在這樣的一個環境開始去培養 用外語弘法的能力 那第二個呢 大師把這些出家眾派到海外去創辦道場的時候呢 他又給了他們一個很特殊的任務 就是你走到那裡呢 一定要再創辦一所中華學校 為什麼 因為當時大師看到的趨勢就是 我們在80年代的尾端呢 平均每一天有兩戶台灣人家移民進澳洲 那廣東人就更不在話下了 所以在這麼多的華人移民到這個海外的情況之下 大師當時看到的一個就是 中華民族的質地啊 不可以失去自己的根 他要讓我們當時 剛好波波波波學滿 中文字只能看到某些程度的這一些華人質地呢 即使在海外接觸到了道場啊 我們接觸到的都是語言的根 那所以我們也其實是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呢 走向了道場 家長為了孩子能夠讀書 讀中文 所以呢走進了道場 自己就開始參與這一些共修 還有佛學課程 所以從這個當中我們也看到 其實英文跟中文是一樣重要的 那常常有人都會跟我說 啊你很好啊 你會英文 你多了半個世界 那但是其實我要跟各位講的是 我們現在慢慢走向全世界啊 你會看到很多年輕人其實呢 是在可以從這個小學一直到大學畢業呢 至少在四個以上的國家成長讀書 那也就是說他會的不會是只有中文 或是英文一個單一的語言 現在的人才呢並不是英語人才 而是什麼 雙語或是多語人才 那甚至於呢你現在跟不同的年輕人說話 你問他們說你從哪裡來 這個年輕人會跟你說 你有十分鐘嗎 你有十分鐘我才能夠充分的告訴你 我從哪裡來 第一個我出生在比利時 那第二個呢我在這個法國待過 我在西班牙待過 我在英國讀書 我現在在台灣工作 你覺得我是哪裡人 所以呢現在這些國際性的 這樣的一種交流跟趨勢啊 讓我們看到年輕人最大的優勢 是他選擇多 那學習的內容也多 那相對的語言呢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但是我要說的是 大家不用羨慕會講英文的人 因為這個現在是很基礎 所以當人家跟我說啊 你會英文啊你多了半個世界 我會跟這些西方人說no no no 我說你們最好呢要學中文 因為你會英文多了半個世界 如果你今天不會中文呢 你也別想擁有全世界 為什麼 十三億人口 英國跟美國都在封學習中文 現在很多西方的教授啊 中文講得跟我們一樣好 連台語還會加兩句 那所以在大家看到這個國際化的趨勢是 你一定要至少會兩種語言的情況之下 我還要跟各位講的就是 你不僅要會講英文 各位 你的這個學習的過程當中 希望你能夠講的英文呢 是西方人聽得懂的英文 為什麼 因為我們常常會用中文的思維呢 來講這個英文 那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中文的這個表達的方式是比較被動 比較防衛性的 像比方說你如果到了一個百貨公司啊 你走向那個櫃台 這個服務人員就會跟你說 請問你有什麼事嗎 那他就會把英文變成什麼 What do you want 對啊 或是說你有什麼問題嗎 那有些人就會直接翻譯成 What's your problem 那我們知道這個變成是什麼 你是來找麻煩的 所以其實西方人的這種語言表達呢 是比較溫和 比較溫暖 比較主動的 所以變成 當有人走向你的時候呢 不能說你想要做什麼 What do you want 西方人而是怎麼講 What can I do for you How can I help you 那所以在語言的轉換 其實也是一種心態的轉換 就是我們在思維的角度呢 要怎麼樣去調整 我想接下來也是這個國際化 很多年輕人呢 走向這種國際團隊的時候呢 要面對的問題 那比方說 我曾經走向我這個朋友的家裡 那那個時候呢 那一天我們打完球啊 那時候我還在高中 那大概五點半的時候呢 走進我朋友的這個家裡的時候 他的媽媽就問了我一句話 她說 Oh would you like to stay for tea 那我說為什麼五點半呢 你還叫我來你家喝茶 我就跟她說 No thank you I don't drink tea 我就說沒有關係 我這個時候不喝茶 那那個媽媽就很尷尬地看著我 她就說我們澳洲人的tea的意思就是什麼 晚餐的意思 那我就覺得非常的不好意思 原來一個字呢 是我們從字典上查下來的意義呢 它其實有另外一個完全的意思 那所以我自己本身在參與這個國際紅髮 還有翻譯的過程當中呢 其實就很努力地 要走進這個西方人的思維去聽聽看 他們怎麼樣用詞 或是怎麼樣表達 就像比方說我們中文常常講說 喔我遇到一個非洲的黑人 各位你千萬不能走到非洲人面前 跟他說你是個黑人 否則呢你可能要跑得很快 或者你要戴著安全帽 為什麼 因為講到you're a black person 那個其實是相當相當冒犯的 那我就記得有一年啊 大師他在跟非洲人講話的時候 他是想要鼓勵這些非洲人 告訴他們說 不要因為過去的歷史的歧視 這些黑奴的歷史 讓你覺得你是低等的 所以他就要我們跟這個非洲人說啊 黑色是全世界最美的顏色 那那個時候其實我非常的緊張 因為我一旦跟他說 black is the most beautiful color in the world 我都覺得他可能椅子會拿起來 就往我頭上砸下去 那所以後來我就跟幾個西方人討論 我說那這個要怎麼樣去化解 他就說你可以很簡單 你可以跟他說 your skin color represents the most beautiful you 那我們就不用黑色這個字 他講的就是你身上的這個膚色呢 就代表了最好最美的你 那這樣就化解了 所以呢我覺得翻譯到了現在 其實一直很多都會遇到 這樣的一個衝突啊 那但是呢很感謝的就是 我們透過不斷的討論跟互動呢 讓這些西方的青年 國際的青年呢 來跟我們在表達或是說分享說 你這個想法講出來可能會觸動到 什麼樣的一些敏感的話題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不斷的這樣的一個調適 所以呢曾經有人也問過啊 什麼是語言的目的 各位你覺得什麼是語言的目的呢 對多數的人都會跟我說 語言的目的是溝通 那後來呢就跳出了一個 加拿大的語言學家 他就說這並不完全正確 語言不是用來溝通的 為什麼 因為人呢一個人有兩個想法 兩個人有五個想法 你們的想法永遠不會一樣 所以很難溝通 那所以呢 語言真正的目的應該是要用來 啟發有意義的行為 語言的目的應該是要用來 啟發有意義的行為 那於是呢 我在這個從佛陀身上 或是從我的師父身上 學習到的呢 就是當我們把語言 作為這種國際性的溝通的時候 我們要達到的是什麼 就是這個啟發 是這樣的一個共識 那達到一種友好跟融合的狀態呢 我們才能進一步來思考 好 那今天我佛教 不斷地從印度走向中國 再走向全世界 我要怎麼樣繼續在全世界發展 所以呢這個是針對語言的部分 那但是我們再往後走呢 我們就發現這一個世紀 很多語言都和在一起了 和到什麼程度呢 你去新加坡 他們不是講Singaporean 他們也不是講Chinese 他會跟你說 I'm Singapore I speak Singlish 我講的是新加坡英文 對不對 那我們到了中國呢 中國講得不是很好 但是他會跟你說 At least I can speak Chinglish Chinese加English加起來就是 Chinglish 你至少是聽得懂的 那這麼多不同的語言 和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講得到底啊 那我覺得很感謝我們師父的一個智慧 他就說啊 當你語言不通的時候 就不要用語言 你就用身體 用眼神 用微笑呢 來作為最好的溝通的語言 那於是我們看到呢 現代的人漸漸看不懂佛典 因為古文太堅塞 那即使翻譯成英文呢 我們永遠就發現 翻譯是最吃力不討好的 絕對不會有人跟你說 哇 你翻譯得太好了 這真的是世界大作 不要再想了 不可能 我們永遠遇到的都是 我覺得你這個翻譯不好 我的更好 那我就學習更謙虛的跟他說 是謝謝你的指教 在聆聽的過程當中 我在修正我的語言 那於是大師怎麼樣幫助我們 超越這個語言的限制啊 他說用唱的 唱的絕對比說的好聽 所以當佛教呢走進菲律賓的時候 當時永光法師 在菲律賓奮鬥了18年 他走進菲律賓要弘法的時候 師父告訴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要記得你去菲律賓弘法呢 絕對不能期待任何人變成佛教徒 為什麼 菲律賓都是天主教徒 天主教徒是不會改姓的 那他就說那我去幹什麼 他說你就是傳播佛教的真善美 你就跟他們用唱歌的 用跳舞的 在菲律賓於是我們走向音樂弘法 那我們走進巴西啊 要學葡萄牙溫更難了對不對 你要用普文講心經 要講這個法華經 我覺得我們可能要再學習兩輩子 那於是呢大師就說 巴西人用什麼語言溝通啊 用一顆圓圓的東西叫做足球 所以呢他就吸引這些巴西人 走進我們的如來四T足球 那我們到了南非呢 南非人對於什麼樣的語言 他可能講英文講法文 講當地的鋼果文什麼文都有 那我們要怎麼學呢 他說沒關係 你就講他們的語言 他們需要什麼樣的語言 表演 慈善的語言 走進南非走進巴西走進葡萄牙 所以你會看到佛光山呢走進南美洲 他不是用經文在弘法 他是開了一間醫院呢 那你就發現這個醫院的門口呢 有兩個女性在對話 左邊叫做聖母瑪利亞 右邊叫做觀世音菩薩 每天呢這個聖母瑪利亞跟觀世音菩薩 就非常友好的在跟對方對話 就告訴這個當地的人 就佛塔亞也好 就說你不要擔心 我們不是來減少你的文化 我們是來增加你的文化 我們來促進融合 就像門口這兩位女性一樣 於是呢用慈善的語言 乃至於現在我們用籃球 來做為全世界年輕人溝通的語言 你叫年輕人禪修 叫他誦經 可能在十秒鐘之內他就跑掉了 但是他來打球呢 你就告訴他什麼叫做布施啊 傳球助攻就叫做布施 對不對 犯規了手舉起來認錯就叫做慈戒 對不對 那當你的對手把你推倒的話呢 你不可以生氣這就叫做忍辱 多好啊 對啊 那什麼叫精進 第一顆三分球投不進去 再投一次 再投兩次 再投三次 不斷的練習到你射中為止 這個就叫做精進 那我們就跟隊長說啊 你隊長最重要的呢 不是技術 也不是速度 而是你的剝蕊智慧 你怎麼樣帶動全隊的人呢 把這場戰打贏 這個就是你最好的溝通語言 那所以呢超越語言的限制 我們可以用人的本性 人的溫暖呢 來進行溝通 所以我想除了英文 中文 singlish chenglish 運動 體育呢 這些也都是我們不同的語言 所以這邊呢 簡單跟各位分享 我所看到的國際化 我們謝謝廟光法師 實在太棒了 讓我們了解說 這個全世界在溝通 不是只有語言啊 那還要轉換這個 這個思維 國際化的思維 那為對方著想的這個思維 那最厲害的還是用這個 身體的語言啊 用微笑 甚至用這個歌唱 用這個體育 用這個表演 藝術等等呢 來做這個國際化的交流 我們再次 謝謝廟光法師 為我們做這個金幣的 分享啊 那接著還是再請我們的 劉碧榮教授呢 來跟我們分享第二段 這個 如何培養國際觀呢 謝謝 謝謝 這個我必須承認 因為廟光法師講的真的很棒 這個故事很好聽 我覺得很有意思 因為這個 尤其講到佛陀的弘法 使我想起一個小故事 當年陳吉思汗呢 他在花辣子摩的時候呢 他殺了屠了城 殺了不殺人 當時山東呢 有個道士 他說我要去那邊 去度化陳吉思汗 那麼這是誰呢 這就是全真教的邱楚基 那邱楚基呢 他是當時從北京 到了阿富汗 四年 四年 四年到阿富汗呢 那麼見了陳吉思汗 陳吉思汗就問他 他說你老遠跑來找我 你是不是帶了長生不老的藥 結果邱楚基說 包括大漢 沒有這種藥 陳吉思汗愣了一下 他說你很誠實 後來變成他的關門的弟子 那這裡面看到什麼東西 你馬上就要想到 第一個 從北京走到阿富汗 這麼遠 很安全 這是全球化 這是整個在蒙古統治之下的 蒙古和平 然後第二你一定問我 那邱楚基會講蒙古話嗎 當然不會 陳吉思汗講漢語嗎 也不會 誰呢 翻譯 所以像陳吉思汗這樣的帝國 養了很多的翻譯 誰呢 回河人 很多是維吾爾人 他們語言非常好 他們做翻譯 所以你看像佛光山這樣的 就有語言培養 我覺得這也非常重要 所以這個也是我下面要講的 怎麼看這個世界 他們怎麼培養國際觀 國際觀呢 其實第一個呢 我說必須至少掌握一個外語 就是跟剛才呼應 剛剛《妙光法師》 我們講語言很重要 就是說你會講外語 不等於有國際觀 可是如果你沒有外語 你就很難有國際觀 對不對 你還是要有外國語 但是我沒有說是英語 你可能是日語 可能是什麼 有一次我舉個例子 有一次我到英葉達去演講 英葉達呢 結果他們發現 他的教室裡面掛了一個標語 幾個東西 但其中我印象很深刻 後來我也告訴我學生 叫做文無兩雙全 文無兩雙全 是什麼意思呢 文是要有文采 無要有你的專業 兩是要有兩岸人脈 雙英日雙語 全全球化的誓言 那英日雙語呢 所以你要講比英國人 美國人更好的日語 比日本人更好的英語 然後你講最好的中文 最好的漢語 那可是這點我日語不行 所以我跟我學生講 我大概只有4.5 我跟著我只有4.5 可是你曉得英語 剛剛幫我法治姐談到 英語語言的障礙有多難 你曉得嗎 就算你翻譯了以後 你也很難 可是文化的障礙 真的很難跨越 我舉個例子 金庸的小說 金庸小說 好的小說 大概都有英文翻譯 我問你 好的小說英文翻譯 就算你英文再好 你看的英文翻譯 比如說降龍十八掌 降龍十八掌 我們中國人看降龍十八掌 每一掌的名字 我沒有圖像的 你看你英文翻譯 你把降龍十八掌的英文搞懂了 你已經昏倒在地上了 那有一次呢 中國新華社有個記者 很有新聞演 他把金庸小說英文版的摘要 翻成中文 告訴中國人說 你看看洋人是怎麼理解金庸小說的 神雕俠侣那本小說呢 在要是這樣講的 這是個愛情故事 講個女的養蜜蜂的 愛上個男的養鳥的 都對 都對 他沒有說愛上個養豬的 可是怎麼會變這樣呢 怎麼會這樣呢 武俠小說怎麼變成鴛鴦蝴蝶派 怎麼會這樣呢 所以你曉得這個語言 就算你都對 你還是很難跨越啊 德國弗萊堡大學 一個博士生 博書論文寫我 他把我在北京大學 出的一本書翻成德文 把我的談判的東西 跟哈佛大學一起做個比較 然後把我的書翻成德文 跟他的博書論文一起出版 他的指導教授 是個84歲的漢學家 為了他的學生要翻譯我的書 他從德國飛來台北 寫來登圈 請我吃飯 他說我的學生要翻譯你的書 我說好 我告訴你這本書狠狠地翻了三年 問了我將近兩百個問題 很多問題我覺得 這怎麼會是問題呢 你有沒有聽不懂呢 他就聽不懂啊 他們是漢學家 我一沒有講半天 他還是聽不懂啊 我差點氣的說 那你不要翻譯算了 翻譯還是好 就翻了這樣兩百個問題 因為有一次我在北大演講 今天有一段話叫 《倚天屠龍記》 然後那個外國教授就問我 是不是靠著天殺那條龍 我說 不是 那是兩把刀 他說 他說 我怎麼知道 我說開玩笑 我說每個中國人都知道 就你不知道 所以你小子多難啊 多難 所以剛剛講 所以為什麼要去踢球 要摸人啊 幹嘛 講不清楚嘛 所以我對佛光山很佩服 言語不清還可以傳教 還可以傳道 太厲害了 所以 非常非常 所以我的幸運大師 非常非常佩服 非常佩服 所以我跟你講 第一個掌握一個外語 然後第二呢 多旅行多看 帶著好奇心去多問 我跟你講要帶問題 你看好 我舉個例子 我們現在講新南向 很多人都到了 都那樣玩過 你都那樣了解嗎 所以我常常 有一次我在 我記得我在 我幫這個人間佛報寫一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我就講 心南向那個心 要換成心臟的心 你的心要南向 你心如果沒有南向 你就得換個難 換成很困難的難 因為你心不在 你就想不了 心南向 隨便你講啊 對不對 你以為你心南向就南向 你也不了解 都那樣那些國家的悲歡離合 它的個子有什麼恩怨情仇 你什麼都不了解 那你說我就來了 I'm coming 你來了那誰要你啊 你哪位 你哪位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面 你要帶著好奇心 你要多問 多問這很重要 第三呢 培養自己看地理想歷史的能力 其實我常常講說 這是我跟很多高中老師 小學老師上課跟他們講 我們中國人的歷史地理 是連在一起的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你到日本明治神宮 你會看到一個很大的鳥居 對不對 那你馬上就要問啊 鳥居是什麼 這是宗教這是文化 對不對 這是什麼木頭 這是阿里山的紅塊 1500年的紅塊 那為什麼是阿里山 為什麼是紅塊 紅塊是生物科 植物科 為什麼是阿里山 歷史科 因為他當時曾經在這裡殖民過 在這邊 那他殖民過 那日本人殖民過 那到底中國人有沒有打過日本 有 其實元朝時候就打過 但是後來呢 那個船被颱風吹回來 沒過 那於是就問 那元朝不是騎馬的嗎 那元朝為什麼會去用船 去打日本呢 因為元朝接收了宋朝的船 因為宋朝的海上貿易很好 所以每一個東西就要去追 所以從這個東西 你要從地理去想歷史 你去想 這東西才曉得 什麼叫國際觀 你現在跟 比如說你今天帶小朋友 你跟小學生 初中生 你跟他講說 我剛剛跟你講的海拳路拳 什麼他根本聽不懂 可是他聽不懂 然後就沒興趣 沒興趣怎麼培養他國際觀呢 從地理歷史開始帶 所以我常常跟很多高中老師上課 我教他你怎麼帶 你知道嗎 所以看呢 培養了超廉潔的理想力 然後呢 第四 多看書找資料 沒有基礎知識 無法建構自己的國際觀 讀書很重要 旅行之外要讀書 我舉個例子 如果你不曉得曾經打過韓戰 你不曉得韓國分成南韓北韓 我們跟你講朝核危機 講金正恩 對你來講一點意義都沒有 聽不夠 可是我跟你講 但是你不要太放棄 我們為什麼把推廣國際觀 當作一個社會啟蒙運動呢 因為我覺得人是可以被帶的 你知道嗎 以前我在公共電視 公共電視當年剛開播的時候 找我當公共電視主播 我在公共電視做了四年半的主播 講國際新聞的評論 我阿姨也看 我阿姨已經過世了 我阿姨七八十歲老太婆 有一天她居然跟我講 哎呀 看了你的節目以後 我終於知道巴基斯坦 跟巴勒斯坦是不一樣的 我說 好好好 我說 我還度化了一個老太婆 哎呀 所以可見人是有無限的可能啊 是吧 雖然我們覺得沒有國際觀 但是只要努力 總會有人也有國際觀的嘛 我怎麼會想到 我阿姨會跑來跟我講 她終於 終於您老知道 巴勒斯坦 巴基斯坦很不一樣 哇天啊 連我們有等我們政治系的助教 助教都跟我講 她媽媽也跟她講 哎 那個剛果總統 卡比拉現在怎麼樣 我說 她就問她媽 你還找剛果總統啊 她說你們老師 昨天在電視上講的啊 所以我就發現 還是有機會 所以為什麼 我不放棄的原因 你知道吧 雖然台灣正沒有國際觀的地方 我們還是很努力的在那邊做 所以多看書 沒有基礎知識 你沒有辦法 第五 訓練自己全球化的觀照 如果講一點點英文的話 我們其實不太講 International 慢慢越講Global Global Global是什麼意思呢 你不是這個國跟那個動 就是這個國 可能是那邊的影響 影響到這邊 你知道嗎 所以很多的 那你說我怎麼知道 你當然不知道 所以但是我給你講以後 你就知道 慢慢慢慢地去想 就是東歐的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你想不 東歐當年 1991年東歐垮台 羅馬尼亞政府垮台 羅馬尼亞政府 當年是支持南非的黑人 所以羅馬尼亞政府垮台以後 黑人一下子 哎呀 他就沒有錢了 沒有武器了 他也對馬克思主義產生懷疑了 然後白人就想說 那這個時候 就可以跟黑人可以對話了 所以這才有曼德拉被釋放 非洲南非才有改變 南非改變的原因 就是因為東歐那邊垮了 所以南非總統就派了南非外長 說你到東歐去看看 是不是真的垮了 他回來說 曼德總統真的垮了 那我們這邊可以開始改革了 你知道嗎 那開始改革以後 所以南非開始改革 南非本來在國際上也是孤兒 南非在國際孤兒 所以南非是孤兒 就跟另外一個孤兒 關係非常好 誰呢 我們嘛 所以南非跟我們關係非常好 所以當南非不做孤兒的時候 就跟我們斷交了 因為他要回到國際社會裡面 他跟我們斷交 但曼德拉還蠻有意思的 他就說 一年以後跟你斷交 也算仁至義盡 你的一年趕快準備打包啊 什麼的 要不然的話 你看 有些國家是這樣 我們國家很辛苦啊 我們明知道要斷交 對不對 可是我也不能先準備 談斷交的事 我如果跟他談斷交的事 是不是表示 我接受了斷交的事實 我當然很努力的想要 維胡邦交 對不對 力往狂澜 但是我也知道不能夠 沒辦法 可是我裝也要裝得我力往狂澜 對不對 如果我現在就準備打包了 國人就罵我 你是外交部還是斷交部 對不對 那我會表示我外交部啊 但是我也知道沒有用啊 我要趁現在還有邦交時候 我的官員見到他的官員 才能善後將來的關係 一旦斷交以後 官員見不到 就沒辦法善後 中間就有一段空窗啊 可是我沒辦法做啊 那怎麼辦呢 南非就算夠意思了 他說我跟你講 沒有機會了 就給你一年 你趕快打包吧 所以我們就可以為斷交以後的關係 做個打算 但是你要曉得 南非為什麼 因為他要進到國際上 希望聯合國接納 那中共在聯合國安理會 他的勢力就會影響比較大 對不對 那所以南非為什麼對聯合國接納呢 因為他開始改革 他為什麼開始改革呢 因為多國共產黨垮了 蝴蝶效應 這就是我講的聯動 全球化 所以你這樣一看 很多事情一看必有原因 必有原因 對不對 然後第六呢 我最後教各位用個 重坐標和橫坐標 來提煉自己的比較能力 我們常常用比較啊 什麼時候重呢 我們拿重坐標 橫坐標來看 重坐標是歷史 橫坐標是地理 就是重坐標是時間 橫坐標是空間 好 那這種時間 比如說我A國在這裡 你會發現 以前的A跟現在的A 有什麼不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 或者橫的 我看B C 為什麼同一個時間 面對金融海嘯 面對金融危機 而ABC三國 它的做法不一樣 為什麼 這就是比較嗎 它的底子不一樣嗎 它的制度不一樣 是什麼不一樣呢 同一個時間 不同的國家 這是橫的比較 同一個國家 不同的時間 這是值的比較 所以你這樣就比較想 我才會想啊 為什麼不一樣呢 對不對 到台灣來 到澳洲去到哪裡 為什麼不一樣呢 國際上變化什麼東西呢 中國崛起 每個人都很緊張 為什麼有的人高興 有的人不高興 有的人怎麼樣 那到底是怎麼樣的情勢呢 所以我覺得 比較的功夫非常重要 但是我覺得 還是最後一點呢 就是你要警覺到你的不足 以前我一個學生 一個學生呢 他到了澳洲去遊學打工 打工當時還有MSN時代 有一天在澳洲MSN就敲我 敲我老師 他說我覺得好挫折 你挫折什麼 他說我到澳洲 我發現那些人啊 他也是打工的 也不見得比我優秀多少 可是為什麼他講的事情 我從來沒有聽過 就是他講的事情 我根本都不知道 不知道他覺得很惶恐 為什麼你們這些人都知道 我為什麼不知道 我說你起碼知道你不知道 因為很多人 很多人還不知道他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這已經是個覺悟了 那你還會問我 這表示有進步啊 有些人是永遠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活在小確幸裡面 那怎麼辦呢 所以你說小確幸 我常常很感慨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台灣的電視節目 除了那個以外 你看每次過完年之後 開春了以後 電視新聞都會跟你講什麼 跟你講說 明年過年再請幾天 就可以放多少假 我們今年過完年 就算明年放幾天 我們會講努力嗎 沒有 這很糟糕 所以我深圳一個學生跟我講 他說我好喜歡台灣啊 我說對呀 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啊 他說 可是我又很怕常去台灣 我說為什麼 他說我怕如果常去台灣的話 我回來就沒有競爭力了 我說你這話什麼意思 你是包還是扁啊 你什麼意思 所以我們也要自己檢討 怎麼樣培養我的競爭力 從國際觀開始 我想我這部分就講到這裡 謝謝 我們非常謝謝劉教授 跟我們分享 如何培養國際觀 這幾個觀點 就是第一個要培養這個外語能力 那當然第二就是要多去旅行 但是旅行要帶著這個疑問 那第三就是要地理歷史的能力 要不斷的追問 從追問去著手 那第四呢要多看書 那還有呢要訓練自己國際化的觀照 還有剛剛劉教授最後跟我們講的這個比較的能力 歷史地理的比較能力 空間時間的比較能力 那我想說今天至少我們還學到基礎的 怎麼樣讓自己能增進國際觀的能力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很可惜 我們就沒有辦法給兩位再多一點的時間 那目前就是說最後剩下這個十分鐘 那我們想說請兩位就剛剛我們所說的 能不能跟我們做一個總結 然後用一句話來分享 讓我們每位只有五分鐘的時間 好我們先請廟光法師來跟我們做一個總結 謝謝 剛剛教授談到的這個時間跟空間 我從佛教的一個理念來做總結的話 其實講的就是我們要走向國際化 要走向全球化呢 其實要具備的一個條件就是什麼 數窮三計 橫片十方 數就是時間的這樣的一個dimension 那橫呢就是空間的dimension 那也就是代表著現在我們要走向國際化的話 對於時間空間 歷史 地理呢 都要有非常清楚的了解 那所以剛剛教授在談的時候 我就一直想到 每一次回來呢 我就發現我越來越喜歡跟長者對話 為什麼 因為長者很多的知識 跟年輕人很難聊 為什麼 連笑話都聽不懂 因為呢歷史聽不懂 但是不是只有台灣的年輕人 據說美國呢 百分之九十七的孩子呢 不知道台灣是哪個國家 你要告訴他說 我來自台灣 他會跟你說 喔 台灣 Sawadika 他會以為台灣就是泰國 Taiwan is Thailand 我們會跟他說 不是這個樣子的 我再問他說 那你知道智利在哪裡嗎 說我知道啊 在西班牙旁邊 智利其實是南美洲不是歐洲 大家沒有笑表示你沒有聽清楚 對啊 那跟台灣的年輕人在談這個歷史呢 我們在講笑話的時候 我們就問他說 你知道三國治裡面啊 誰跑得最快嗎 大家猜猜看 這個年輕人竟然跟我說 是岳飛嗎 我說啊大哥啊 岳飛不是三國治年代的 他說不對啊 他用飛的是最快的啊 我說三國治 誰跑得最快啊 曹操嘛 說曹操 曹操就刀 所以非常難聊 好 那現在年輕人呢 他就會用他的思維呢 來做 跟著我們一起做一些翻譯 所以我覺得現在跟年輕人在討論翻譯 我的嘴角要繃得很緊 因為我不能露出我絲毫的情緒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一次在翻譯 就談到這個菜單裡面 有一個叫做佛跳牆 佛跳牆 結果這個大陸的年輕人 竟然給了我一個英文 他說Buddha uses VPN 為什麼 VPN是你在大陸用來翻牆的 對啊 所以佛跳牆就是 Buddha用VPN翻牆 所以我覺得我常常跟年輕人對話 那個臉部的肌肉會越來越繃緊 甚至要走進抽筋的階段 但是剛剛教授已經講了 不可以沒有希望 我們要不斷的對話 不斷的分享資訊呢 來讓大家針對全世界在發生的事情 跟已發生的事情 那最後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我們剛剛談到的 不管是文化的衝擊怎麼適應 那語言的發展呢 不僅是學習各種語言 還有人跟人之間的溝通的方法 那最後我簡單的就是談到 其實我在這個過去20年在學習呢 我發現國際化呢 有一個重點就是 人跟人之間的往來 我們從每一個人的身上呢 其實都可以學到新的資訊 那用佛教的角度來講呢 就是我們發現 國際化最厲害的是誰 觀世音菩薩 為什麼 因以合身得度者 極限合身而未說法 遇到小孩就用小孩的語言 遇到媽媽就用媽媽的語言 那也就是說 我們在走上這個地球村 全球化的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適應要很快的就是 你要馬上知道 你現在面對的是什麼樣的人 你才會知道用什麼樣的話 來跟他對話 來跟他學習 那我常常在國外遇到我的觀世音菩薩 就是光是一個國際禮儀啊 我就會發現 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禮儀 美國人有美國人的禮儀 德國人有德國人的禮儀 就有一次我去了日本呢 拜訪一個教授啊 結果呢 講完話之後 這個教授就把我們送到他的辦公室門口 那我走了兩步轉回去呢 他一看到我轉回他 他就跟我鞠躬 那我嚇一跳 我就又跟他鞠躬之後 我又往後退 想想 我就想說他還在不在 我又轉過去 他還在 他又跟我鞠躬一次 那我就走得更快 走走走走 走到門口 我想他會不會還在看吧 果真他又跟我對上眼 又鞠躬了第三次 那我就想 這個大學校長了不起耶 他送課是站在門口 真的叫做目送 一路送到看不見為止 那但是呢 我就發現 這樣子跟他互相鞠躬了六次 越來越緊張 腰也越來越酸 好 那我學到這個就是日本的禮儀 就是我們離開的時候呢 跟他在門口說再見 你就要快速離開 好 這是日本人的禮儀 那我就發現第二次呢 我在去遇到這個美國 我們西蘭大學的校長的時候呢 我第一次跟他見面 可是他一坐下來呢 他就用非常誠懇的眼光 看著我 在跟我對話 那我通常覺得我們如果是晚輩 在跟長輩說話的時候 長輩不一定會這樣一直看著你 可是這個校長呢 他就是很誠懇很認真的 在問每一個問題的時候呢 就這樣盯著你看 好 一直很認真的看著你的每個表情 你講的每一句話呢 他就會一直點頭 一直跟你微笑 好 那這是我這次在美國人身上 看掉的一種誠懇 也就是說 他很真心誠意的 要再跟我們對話 好 那接下來我再到了這個德國呢 其實我一次走進一間商店 我要買耳塞 那他有兩種size 那我就問他說 哪一種比較適合我買 這個德國人就轉過來說 我哪知道 你自己不會試試看啊 幹嘛要問我 好 那我就覺得 他也很誠懇啊 對不對 他覺得這是你自己要學會的方式 所以他就是很斬釘截鐵的 這樣子告訴你 所以呢 因以合身得度者 極限合身而畏說法 讓我們看到的是 走向世界啊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 了解你對面的這個人呢 是什麼樣的個性 你才能用對的方法 來跟他對話 好 所以不僅要橫遍十方 數從三計 時間 空間 歷史 地理 我想最重要的是對於人性啊 每一個人都希望被尊重 每一個人都希望被看見 那每一個人都希望被傾聽 所以我想在觀世音菩薩身上呢 我們也可以學到這樣的一個 尊重與包容 好 那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就分享到這裡 謝謝大家 我們非常謝謝 廟光法師 來跟我們分享 因以合身得度者 則以極限合身而畏說法 主要是要觀人啊 要誠懇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請我們的劉教授 來跟我們做一個總結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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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就講兩點了 第一點就是 國際觀當然你當然要對國際有興趣 但我也希望說各位你們的小孩如果有國際觀 你要鼓勵他常常要走出去 現在年輕人可能越來越不敢出國 那麼出國只是玩一玩很快又回來 那麼以前我們出國是留學 現在出國是遊學 遊學遊學一下就回來了 以前你看我們那個年代出國 你在你忽然發現很多人請你吃飯呢 什麼的 該握著手握了 該吃的飯吃了 你腿軟了 你不敢上飛機了 為什麼呢 上飛機以後沒有念成學位 你不敢回來啊 可是現在沒有關係 出去混一混就回來了 對不對 但是我們是希望大家能夠出去 因為我們現在 因為台灣比較閉塞 我講個例子 有一次我在澳盛銀行 就吃飯的時候碰到澳盛銀行 一個經濟學家 他是個上海人 他就告訴我說呢 他當年剛入行的時候 在雅銀 他的師父是台灣人 他師父帶他 怎麼接觸國際的經濟主持 他說現在台灣 越來越沒有機會 很多年輕人念完書以後 就回來了 你沒有機會去接觸 國際上的這些東西 你沒有機會嘛 所以他說 我等於反饋 我要回饋我的師父 我回台灣來教 教這些人 國際上的怎麼弄 所以我覺得要走出同溫層 要多走上國際上的東西 這點很重要 那第二呢 就呼應一下 剛才漫漫法師先生的 法師講的 很多時候啊 你說語言很麻煩 因為各國都有很多文言文 文言文 像剛剛講說那個Tea Tea是晚餐 坦白講我也不知道 我也沒在澳洲喝過茶 對不對 但是這晚餐我是不曉得 但是你看這是很有趣 你知道嗎 你看我們中國人講話 你們現在大家用LINE呢 用什麼聯絡 以前我們打電話的時候 都是這樣打電話 對不對 大學同學高中同學老朋友 相談甚歡 談了半天他又掛不掉 對不對 我們說下個月早天聚聚 對對對 下個月早天聚聚 然後呢 永遠不畏懼 下個月早天聚聚 已經變成現代人 是goodbye的另外一種方式 可是你去查中文字典 哪個字典告訴你說 下個月早天聚聚聚 等於拜拜 沒有 洋人沒活在是也不曉得 日本人也有類似這種文言文 張太太李太太如果在醫院裡面 醫院裡面李太太小孩很吵啊 鬧半天 那我們台灣人會怎麼講 我們說呀 誰家小孩啊 那麼沒教養 那可是日本人不是 那張太太就跟李太太說 李太太你小朋友很活潑啊 很活潑啊 那他就聽得懂了 啊弟弟來坐下 沒事兒 可是你如果沒有默契的話呢 你看一下李太太 你小朋友很活潑啊 對啊從小就很活潑啊 來弟弟放個跟斗給阿姨看一下 啊當場嗎 摔倒在地上 所以你要有語言 要能夠 你要活在那個社會 這是字典查不到的 你要在那個社會 你才了解 啊他是這樣 所以要用心嘛 你不用心 你握在那邊 你永遠就只會講 你會講的語言 然後了解這語言以後 然後你才進得去 然後慢慢作為 國際觀的一個基礎 所以我再只做這兩點補充 謝謝 非常謝謝劉家壽 跟我們最後分享的兩點 這個要走出同溫層 那第二點是 要用心喔 才能把我們的心打開 然後望向我們的國際喔 那今天非常謝謝兩位語談人 非常精彩的分享喔 那真的是意有未盡啊 那將來有機會 我們還是要邀兩位語談人喔 再跟我們做進一步的 這個分享國際觀喔 好那不曉得我們滿千法師 但是主持有沒有也要跟我們做一點點的分享呢 好我們掌聲謝謝我們的 助持滿千法師 來跟我們做一個小小的分享 聽兩位喔 我覺得好像才剛剛過了幾分鐘就已經結束了喔 好像才開始而已 怎麼就已經要結束了喔 那我想這個國際觀呢 確實 如剛剛兩位所講的 我覺得它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 我們自己跟國際接軌的一個能力 如果我們自己的心態 如果我們自己本身有具備的這些之外 那我們用心 我們有心態有格局的話 我們必然能夠跟這個國際上面去接軌喔 其實我們的生活裡面 國際觀無處不在 包括我們的十一住行裡面都有關係 包括我們的經濟我們的政治 只是說有的人會用心去看 他會看出很多裡面的因緣 但是有的人如果不去看的話 其實也就是這樣過去 可是從他們的身上呢 真的我們覺得學到了非常多 所以我們在想 我們下次還是要請劉教授 跟妙光法師我們繼續來談 因為有太多的主題可以談了喔 好我們非常謝謝他們 今天給我們打開了一扇窗喔 讓我們學習跟國際接軌的能力喔 好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的粉絲要獻花給我們這個三位喔 那我們也邀請我們三位 一起來跟我們做一個大合照喔 留下今天的歷史喔 好 我們現在要進行的是大合照 好 那我們請坐在中間的夥伴們呢 將座椅往中間靠攏 我們進行大合照 那兩邊的人我們請稍安悟躁 先留在原地坐下來 我們一起合影留念 那我們這次呢 有機會走進我們諸事吉祥的講座 讓我們有了世界的眼睛 那我們等一下照相呢 大家一定要把你的眼光放開 首先第一個動作喔 我們先雙手比讚 把你的讚伸出來 請問今天的講座讚不讚啊 讚啊 耶 太好啦 第二個呢 我們手比蓮花指呢 我說諸事你說吉祥諸事 吉祥 很好要拉長音 最後一張呢 我們比一個OK的手勢 當我說人人行三好 你們就要說世界更美好 人人行三好 世界更美好 我們再次用最熱烈的掌聲 感謝我們今天所有的語壇人 包含妙光法師 劉碧蓉教授 以及鄧淑明執行長 那我們請我們舞台兩側的人 我們再次用掌聲 感謝我們今天的主講者 我們諸事吉祥講座啊 讓我們今天呢 不只是從人際關係 談到國際關係 甚至同體共生 談到了因果關係 那我們在今天的講談中呢 我們知道要觀音源之外呢 還要可以跨出同溫層 做個地球人 我們要學習國際的精神 把世界放在心中 做一個具有國際觀的世界觀 我們再次用最熱烈的掌聲 感謝我們今天的講者 好 那回去呢 大家也有幾件功課要做 首先我們看新聞 也不只要看一家 我們要看很多家 還有我們的人間福報 好 我們再次用最熱烈的掌聲 感謝我們今天的講者 劉碧蓉教授 妙光法師 以及鄧淑明執行長 還有我們住持滿千法師 熱烈的掌聲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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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